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叫ping 成功的函数 就这个函数了 光标在哪啊 从那一块下来了 好这个函数是用来判断是否成功的 我们先ping一下-c一次 然后-dw1$IP 因为我们后面编量还是IP 然后最后不通的话了 整个过程不要了 是吧 if fi 注意这里没有不通的事 这里只有通的事 好吧 $问号什么 eq等于0的话 我们就eq 我们就eq $IP 大家可能还是没有看明白 大家可能还是没有看明白 因为这个东西啊 continue只能用在函数 用在哪个地方 循环里面吧 你这么看的话 你还是没看明白 为什么要加continue在这儿 所以我们要往后看 才看得懂 循环该谁上场了 read-ip-do-down 然后是ip.tst 哪个函数 ping 这个函数 打错了 你提醒我一下 这对吧 这对吧 p is failed 好 完工 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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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验证一下效果吧 然后再来解释好吧 拼几啊 A加X pin 3-3 通通 不通 不通 肯定是给三次机会了 只不过没有显示而已 好 这怎么解冻呢 这怎么来解冻这个脚本 各位 各位 这个函数里面是一个continue的 这下面这是一个循环对吧 循环循环里面是不是做了几件事情 四件事情是吧 这个循环体里面是不是做了四件 拼三次 当当当 那么如果说 听好了 第一个拼通了 通了没有吗 还循环吗 continue 那你懂吗各位 是不是continue 如果上来就拼通的话 直接continue 那么就不会再打印 上来拼通的话 是不是像这样打印IP is ok 并且continue 后面的这个pin 两个pin还会走吗 不会 那如果说不通了 那会触发这个continue吗 再拼一次 如果这次有信通了呢 后面就不会再走了 对不对 就走下一次循环呢 continue continue 是不是就跳过后续的循环 如果这次通了 后面跳过 如果这次通了呢 后面跳过 如果这次通了呢 后面还是跳过 看到了吗 这个才是比较 舒服的一个结果 而且拼了三则 而且拼了三则 你们看看有没有疑问 如果拼通则干嘛 拼了三则 拼得通的话 则 不是跳出循环啊 这也不叫跳出 是 跳过循环 对不对 continue 跳过 然后 跳出的话是break 整个出去的 是不是 跳过循环 如果不通呢 继续去执行那个函数 拼 函数 拼函数 拼函数 这个想不通吗 各位 你想 这个函数就做了一件事 拼一下 然后呢 如果通 那咱就ok 并且continue 拼那咱就不留念什么的 走了 不通呢 不通 continue 是不是就上不了场 上不了场的话呢 接耳拼 接耳拼如果通 也是一样 不通 还是往后走 就哪一次通了 都会continue出去 无论你是在第一关闯过去了 好 算你过 第二关闯过去的话呢 还算你过 第三关闯过去呢 还算你过 三关都没闯过 那你没有过 你走到这一步来 说明 已经没救了 有没有疑问 有没有疑问 有疑问提 总之给人家一次拼的机会 这个确实是有失公允 对不对 当然一次拼通的话 这个就好说 通啊 是不是 要是一次没通 你不能上来就直接 立马就甩脸 甩脸走人 你说不通 立马就再拼下一个 那是不是会采用误报误判呢 你要是觉得三次有点多 给两次行不行 那就把这个函数再减少一次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觉得一次确实是有点过分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 我们的这些服务和业务啊 他会因为网络质量的原因 或者你自己的原因 可能会导致这种结果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借助于多拼几次 来干嘛 那这个 避免这种误判的这种情况出现 能不听明白 这怎么讲到这就就就蒙了的感觉 或者怎么着呢 没有觉得这种方法是特好 特好吗 好 -C3是拼三个包 拼三个包 给他拼三次 那叫拼三个包 那个有点有点问题 那个不对啊 那个是有问题的 C3是拼三拼三个包 这个是完完整整的三 拼三回 OK 拼三完了以后得到结果 再拼一回 再得到结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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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